美国作为全球头号强国 综合国力可以说是领先全球 然而随着美国撤离阿富汗 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抗议失败国之后 导致该国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 甚至可以说由于种种原因 导致美国的诸多缺点暴露出来 甚至让外界知道了 早在50%的弱点 10多年前美国的经济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可是从美国撤军阿富汗之后 导致这个国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因此也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对此美国不得不主动并频繁与中国接触 似乎已经做好了要低头服软的准备 根据媒体报道的消息 近段时间美国国务卿主动与中国沟通 并且已经在段期内联系两次主动寻求沟通 要知道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毕竟对于这个头号强国而言 可谓是早已习惯 嚣张跋扈 如今能与中国主动对话 足以说明美国终于着急了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这名美国高官要为该国种种罪行背锅 毕竟此前美国众议院临时举行听证会 并且要求此人出席 足以看出目前的美国计划 让此人充当背锅侠 要知道目前很多声音已经认为 白宫目前种种决策已经让该国颜面被施 这一切均与美国国务卿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因此呢美国只能选择顺水推舟 将此人推至前台 更为重要的是 目前美国在疫情溯源领域 遮遮掩掩掩似乎想要隐瞒真相 可是目前中美频繁接触 希望可以加强双方的合作 但是不排除我国会将溯源看作是合作的前提 因此呢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美国近期会主动并且频繁与中国联系 可以认为目前的美国已经扛不住外界舆论的压力 同时可能做好了向中国低头服软的准备 毕竟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相当之快 而美国的债务却在不断上升 甚至已经达到了接近30万亿美元的趋势 最重要的是按照美国财长的说法 如果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或许要面临债务危机 在这个时候 美国只能选择与中国合作 放眼全球 可能只有我国具备拯救美国经济的实力 可是呢 此前有消息称 美国计划洗劫全球来扶持美元 甚至通过这一手段来强行提升美国的经济实力 但是这一计划似乎无法顺利进行 因此导致美国不得不寻求与中国合作 但是该国很有可能是想通过贸易来缓解窘迫的经济状况 也就意味着大量贬值的美元或许要流入中国手中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美国真正的良苦用心 因此我国未必会继续充当接盘侠 要知道此前双方因为种种原因 美国以经济化采取热性竞争的方式 如今主动与我国沟通 难道是想通过巴掌与填草的方式与我国合作吗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 那么对不起 美国可能会选错了对象 如今的中国不被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 同时也不会惧怕与任何国家的竞争 因此美国此次的主动沟通 最终可能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